1930年9月6日 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艾里斯的大街上 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 正在朝着总统府玫瑰宫进发 玫瑰宫里 前一天才当上总统的马丁内斯 此刻心中阴云弥补 一天前 他的前任总统因为没能搞定大萧条带来的经济问题 所以不得不在民众的抗议声中辞职 而作为副总统的马丁内斯也就递捕为了总统 结果没想到 军队将领乌里布鲁居然借着民众的不满情绪 趁机发动了政变 整个20世纪20年代 阿根廷的民选政权 一直掌握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公民联盟的手里 走中间道路的激进公民联盟政府 实行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工业补贴 以及扶植民族工业的政策 但这却引来了盼望自由贸易农业利益制上的大地主与大虚木主等保守派的反对 后者一直谋求颠覆政府 以维护阿根廷农业出口大国的地位 而军队则是这些又以保守派权力的化身 现在马丁内斯面对的十几个手持冲锋枪一脸凶下的军人 玫瑰宫的广场上 除了抗议政府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之外 还有几门黑漆漆的大炮正在静静地对着他 马丁内斯没有选择 只能向公众宣告辞职 向乌里布鲁将军交出实权 至此 阿根廷的民主彻底陷落 这一次的军事政变 是1854年阿根廷实现宪政以来 民选政府第一次被军队推翻 军人干政从此登上了阿根廷的历史舞台 在此之前 阿根廷经历了近7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从一个动荡的殖民地国家 摇身以便成为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裕国家 肥沃的潘帕斯草原 不但养育了阿根廷人民 还让阿根廷成为了粮食与肉类的出口大国 20世纪初 阿根廷的人均GDP与法国不相上下 甚至比他曾经的宗主国西班牙 还要高出40% 因此 以至于欧洲人如果想去美洲闯荡 都会在纽约与布宜诺斯艾里斯之间犹豫不定 然而 从政变的这一天起 阿根廷的未来就被彻底地改变了 在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 繁荣将不再降临此地 动荡 阴谋 暴力 与购合 充斥着阿根廷的政治 而在经济领域 衰退 失业 恶性通胀 与债务违约 也在频频发生 阿根廷甚至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 由高收入国家退化为发展中国家的歧义案例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谁又应该为此负责呢 翻开阿根廷摇摆与动荡的现代史 也许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1943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远在美洲最南端的阿根廷 虽然表面太平 但魅力却暗流涌动 当时 阿根廷的政权 仍然把持在右翼军队所扶植的傀儡政府手里 然而军队本身也并不团结 那些期望和同盟国交好 向法西斯开战的主战派 或者要求保持中立两边摇摆的中立派 甚至就连法西斯的同情者 也都鱼龙混杂在军队之中 当德制政府由一同美国交好 向轴心国宣战时 要求中立的势力 成功发起了第二次军事政变 在这场政变中 一个由中下层军官所组成的秘密团体 联合军官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这个小团体的领导人 名叫胡安·毕龙 政变成功后 领导政变的军队高层 提拔了毕龙担任新政府的劳工部部长 这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因为在当时 无论右翼大地主 还是中间派资产家 都并不关心劳工的权益 然而毕龙却嗅到了权力的气味 在担任劳工部长期间 毕龙热情地和日益壮大 但不被重视的工人阶层交好 他和工会合作 努力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待遇和工作条件 在他的领导下 阿根廷雇主被迫改善了工作条件 并开始向劳工提供遣散费和事故赔偿 处理劳资纠纷的劳动法院 也得以正式建立 不仅如此 毕龙还经常在深夜 走进肮脏昏暗的小酒馆 向在场的工人们 发表着一番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情深之处 毕龙会将身上所披的西服一抛 光着膀子 以显示和赤膊的工人们融为一体 就这样 毕龙也一点点地 获得了劳工阶层的支持和喜爱 然而 他也让反劳工的右翼分子 恨得咬牙切齿 1945年 军队右翼再次发起了暴动 将已经升任副总统的毕龙逮捕 这彻底点燃了首都工人们的怒火 于是 40万工人齐聚到总统府门前 将大街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高喊 我们要民选 还我毕龙 在阿根廷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这么大阵势的游行示威 军队高层也被这番阵仗吓到了 于是他们只好释放了毕龙 第二年 毕龙在大选中毫无意外地高票当选了阿根廷总统 至此 毕龙终于登上了旋律的巅峰 虽然讨好了工人阶层 但当上总统的毕龙 并没有将阿根廷改造成像苏联一样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意愿 他认为 资本主义是资本在剥削人民 而共产主义也同样是在剥削 只不过用了国家的名义 因此 他为阿根廷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毕龙主义 毕龙主义在对外政策上 走既不亲美 也不去反速的中立路线 而对内 他走的是发展民族工业和进口替代的道路 然而与中立派激进公民联盟不同的是 毕龙特别关心和讨好他的政治基本盘工人阶层 所以他就费心尽力地去提高工人的福利 在1946年至1955年的执政期间 毕龙大搞国有化 他高价收购了24000公里的英资铁路 与美资电信公司 然而 这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 根本就不怎么赚钱 因为国有企业所赚的利润 全被毕龙拿去发给了工人们 在毕龙执政的十年时间里 阿根廷所有的工人一年能拿到13个月的工资 实际收入增长了50% 并且所有职工都享有退休金 50多万的工人家庭也都搬进了政府建造的租房 既然国企不赚钱 那他投资新项目的资金要从哪里来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毕龙政府专门成立了阿根廷发展贸易研究所 负责垄断农产品的出口权利 他用国内低价收购 国外高价卖出的方法 获取农产品的价差和外汇 从而为国有企业进口新设备和原材料 在毕龙政府的领导下 40年代末 阿根廷的工业产值快速增长 民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 不剥削工人的第三道路 仿佛一片光明 然而 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 阿根廷此时的繁荣 说到底就是建立在欧洲国家尚未重建 与剥削国内农业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在当时 国际粮价高昂 欧洲国家普遍遭遇了战后饥荒 而阿根廷在这期间出口的粮食 却赚来了大量的外汇 因此才能收购外资手中的股份 并进口工业机器和能源 然而 等时间进入到50年代 欧洲国家的农业生产恢复 国际粮价下跌 阿根廷的外汇收入也就开始迅速减少 与此同时 毕龙政府实施的农产品出口专营政策 却一直在极大的损害着地主阶级的利益 和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这也就导致了50年代初 阿根廷的粮食产量迅速暴跌 1952年 阿根廷再次遭遇了旱灾 这个过去的粮食大国 甚至不得不向邻国巴西进口小麦 在外汇收入枯竭 进口中断之后 阿根廷的国有工业 立刻陷入了缺量的窘境 生产能力严重下滑 但是毕龙政府却仍然在惯性地给工人们增加工资 因此 在50年代 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开始加速 这时 除工会外的各派民众抗议跌起 1954年 在毕龙任期即将结束之时 他推出了一项极具争议性的离婚和卖淫合法化改革 以迎合劳工阶层的意愿 但没想到 这却直接成为了他下台的导火索 这项政策激怒了保守的天主教民众 罗马天主教会对毕龙的态度 由支持转向反对 秉称他为暴君 就在局势飘摇之时 仍处于右翼保守派控制之下的海军 趁机发起了阿根廷历史上的第三次政变 1955年6月16日 毕龙在布英诺斯爱里斯著名的五月广场发表演讲 号召民众保卫他的政权 这时 海军的轰炸机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 并投下了数枚炸弹 364名民众被当场炸死 这是阿根廷历史上遭受过的唯一一次空袭 但居然是来自自家的军队 自此支持毕龙的左翼民众和右翼保守派 这两方的矛盾被彻底激化了 三个月之后 在军事斗争中建出下风的毕龙被迫流亡到了西班牙 自此 右翼军政府第三次建立了起来 尽管毕龙政府已经倒台 但在他的执政期间 左翼劳工阶层已经完全被工会动员了起来 并成为了阿根廷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从此 这股民粹主义的力量 便开始无休止地撼动着阿根廷的政坛 经历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阿根廷人 肯定会对阿根廷的民主制度感到绝望 在毕龙执政的后期 军人出身的他就显示出了对民主制度的蔑视 他不仅法西斯式地审查新闻媒体 甚至还煽动民众攻击反对派领导人 而等到毕龙被保守派军人推翻后 阿根廷的民主状况更是日益恶化 1955至1958年的军政府执政期间 保守派的领导人开始对毕龙主义者和劳工组织打加迫害 那时 不仅毕龙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媒体上 甚至就连那些因为劳工福利政策而获益的运动员 都不被允许登上赛场 在军政府的统治下 最让地主阶级痛恨的专营政策被取消 但这反而导致了阿根廷粮食的价格迅速猛增 同时 军政府借了大量外债以维持高昂的军费开支 由此 阿根廷的通胀形势愈加严峻 军政府的独断专权与经济形势的恶化 让阿根廷人日益不满 在民主的压力下 1958年 阿根廷重新举行了大选 不过 左翼的毕龙主义者 北军队明令禁止参选 本次大选中 走中间道路的激进公民联盟 重新上台执政 因为阿根廷的外汇早已枯竭 无法再继续补贴国有工业 因此 激进公民联盟政府制定了吸引外资 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 政府高官纷纷奔赴欧美 试图让西方资本投资阿根廷 而后 英资重新进入了阿根廷的铁路行业 美国标准石油也获得了阿根廷的石油开采权 雪铁龙 奥迪等汽车厂商也第一次在阿根廷开了工厂 在外资的帮助下 阿根廷的钢铁 汽车和石化工业开始突飞猛进 在1958年至1966年的激进公民联盟执政期间 阿根廷的汽车与钢铁产量增长了十倍 石油生产也更是实现了自给自足 因为国内生产能力的上升 阿根廷的通胀形势也得以缓解 不过 尽管激进公民联盟交出了漂亮的执政答卷 但却依然无法让左右翼得到满足 在左翼劳工阶层看来 政府将外资引向国内 是出卖国家利益之举 同时 政府改革低效的国有工业 裁撤工人压制工人运动 更是与避隆主义背道而驰 而在右翼军队看来 本届政府强调工业而忽视农业 同样让他们极其不满 特别是政府宣扬民主 要求取消左翼民众参与政治的禁令 就代表着政府是在给避隆主义者上台的机会 所以必须予以制裁 因此 在1966年 军队开启了第四次政变 如同他们在1930年所做的那样 中间派政府再次被赶下了台 这次政变彻底激怒了左翼群众 极端主义情绪开始在劳工中蔓延 70年代初 反军政府的游击队开始出现在阿根廷的城市和山区 他们制造了数起爆炸事件 以及猎杀政府首脑和外资高管的活动 与之相对的 使军政府的大肆逮捕 甚至秘密处决 轻劳工人士 红色共产主义恐怖和白色保守主义恐怖 同时出现在了这个国家 整个阿根廷彻底陷入内乱 同时在1969年 阿根廷第二大城市 克尔多巴爆发了反独裁的工人起义 这给军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而后 军队内的独裁领袖正式下台 他的继任者承诺实行公平的民主选举 就在这种情况下 1973年的阿根廷再一次恢复了大选 毕龙主义者组建的政党 正义党 在本次选举中大胜 流亡海外18年的领袖 胡安毕龙也终于回到了他的故土 不过 此时的毕龙已经是79岁的高龄了 他的上台并没能改变阿根廷国内 极左与极右势力的武装内斗 毕龙上台之时 国际形势异常复杂 不久前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阿根廷的经济也受到了波及 此时 美国在南北洲也断掉了数个社会主义政府 这也把阿根廷推到了冷战的最前沿 眼睁睁地看着阿根廷逐步滑向混乱的深渊 这位当年的政治强人也深感无力 执政九个月后 毕龙在忧虑中去世 他将政权留给了他的妻子伊沙贝尔 政治手腕完全稚嫩的伊沙贝尔 显然不能应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 失去了强人领袖 正义党的高层陷入到腐败与政权之中 这样的政府也很快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于是此时 右翼军队再次看到了颠覆的机会 1976年 在一场深夜的宴会过后 伊沙贝尔总统登上了他的专属直升机 然而 这一架飞机却并没有把他带回总统府 而是直接飞到了附近的空军基地 在那里 他被右翼军队正式逮捕 这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军事政变 也是最黑暗的一次 这一次 右翼军政府针对左翼人士所实施的白色恐怖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被称肮脏战争 在1976至1983年 军政府的统治期间 有三万名左翼共产主义人士 与碧龙主义人士失踪 数十万人遭到了军方的逮捕和酷刑的折磨 为了毁尸灭迹 军队用飞机将注射了药物 但仍在昏睡的政治犯扔进了大西洋 一些尸体最终被冲到了邻国乌拉圭的海岸 除了肮脏的政治伎俩 军政府的经济政策同样也是不得人心 三十年代以来 阿根廷政府一直利用关税和政府补贴 实施着保护国有工业的进口替代政策 但是因为过度保护 这些企业始终都没有什么国际竞争力 军政府上台后 阿根廷重新走回保守路线 经济领域全面自由化 关税降低 价格和金融管制几乎被完全放开 结果国门打开之后 阿根廷的民族工业瞬间就被外来的商品所冲垮 等到了八十年代初 阿根廷的经济已经完全陷入了停止 但为了维持高额的军费开支 所以阿根廷军政府就大开引钞机 他们用白纸换物资 不断地搜刮民众的财富 这直接导致了阿根廷的通胀速率 快速飙到了恐怖的百分之一千 民众怨声载道 而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在1982年 军方贸然发动了马岛战争 企图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稀释民众的怨言 然而 战争的结果 让军政府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空 因为在马岛战争中 军政府一败涂地 至此 阿根廷国内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愈发严重 1983年底 阿根廷军政府在人民的抗议声中倒台 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人干政历史 终于宣告结束 不过 阿根廷的民主 反而因为这次的战败而迎来了春天 但此时阿根廷的经济 却仍然在寒冬中痛苦地挣扎着 1983年 取代军政府上台的激进公民联盟总统 劳尔·阿方金 眼前摆的是个绝对的烂摊子 由于过去多年来 军政府借了大量外债 以支撑军费开支 所以 阿根廷的债务规模 从1975年的90亿美元 攀升到了此时的430亿美元 80年代初 美联储沃尔克采取了鹰派改革后 美元开始走强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国际资本由拉美国家回流至美国 和墨西哥等等其他拉美国家一样 外债繁种 依靠大宗出口 而换取美元的阿根廷 也走到了债务违约的边缘 为此 阿方金政府不得不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 勒紧裤带 偿还债务 减少公共开支 但这显然又加重了阿根廷经济的衰退 和民众的不满 而深受民粹主义影响的阿方金政府 直接招令西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他又开始提高工人工资 重新加大公共开支 此时 阿根廷的商品价格开始成螺旋式上涨 到了1989年 阿根廷的通货膨胀速度已经高达3000% 恶性的通货膨胀开始引发了资本的外套 由于不遵守财政纪律 MF也不再给予阿根廷贷款 最终 阿根廷主权债务违约 仅四成的阿根廷人落入了贫困 面对着民生凋敝的阿根廷 阿方金总统自知能力不足 因此提前半年 让位于他的继任者 出身于正义党的阿根廷新总统 卡洛斯·梅内姆 即碧龙之后 西一代的正义党人再次登上了阿根廷的舞台 跟碧龙一样 梅内姆也热爱演讲 并且极具政治魅力 但与左翼正义党人不同的是 梅内姆在选举时 对经济政策的规划始终含糊其次 但当1989年 梅内姆当上总统后 他的真正目的终于显露了出来 梅内姆为阿根廷经济开出的药方 就是私有化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 这个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时刻 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基于华盛顿共识 对经济纷纷采用了修和疗法 激进地进行着私有化的进程 尽管出身于左翼正党 但梅内姆却也带领着阿根廷 加入了他们的私有化队伍 在梅内姆的推动下 已经国有化60年的石油公司 被出售给了西班牙 国有银行和邮政公司 也纷纷被解散 军工厂卖给了私人企业 政府机关大幅受身 为了抑制恶性通胀 梅内姆建立了货币局制度 他要求阿根廷的货币新比锁 要1比1挂钩美元 阿根廷政府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 足可以支撑汇率的稳定 在稳定的汇率下 阿根廷通货膨胀的速度 终于被降了下来 但代价则是大量工人 被私有化后的工厂辞退 阿根廷的失业率持续地高于10% 失业率上升后 各省又开始爆发了骚乱 和各种游行示威活动 中产阶级在大街上敲锅打铁 失业劳工则设置了路障 以示抗议 面对失业劳工和党内民粹主义者的激烈反对 梅内姆施展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 他分化了工会群体 用金钱笼络了一批人打击另一批人 他安排了右翼保守派人士 而不是左翼正义党的党员进入政府高层 以实施他的私有化政策 在梅内姆认上 阿根廷的经济政策全面右转 完全背离了避龙主义的左派方向 甚至达到了右翼军政府都没有达到过的高度 以至于当时的阿根廷人普遍都评价道 梅内姆是卖掉了整个国家 尽管梅内姆总统暂时解决了阿根廷的恶性通胀问题 但他却并没有推动阿根廷的经济恢复 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拉美国家的货币相继贬值之后 阿根廷却依旧坚守着僵化的货币局制度 高币值让阿根廷出口的农产品完全丧失了竞争力 九十年代后期 阿根廷的国有资产已经被梅内姆变卖一空 政府也就开始渐渐缺少新的外汇收入来源 所以为了维护公务员群体的忠诚 以及谋求第三次的连任 梅内姆开始大量介入外债 以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波及到阿根廷 国际投资者开始怀疑阿根廷是否能偿还主权债务 2000年美联储加息 阿根廷比索被迫升职 外贸账户进一步恶化 而阿根廷经济的矛盾 最终于2001年底以金融危机的形势集中爆发 当年11月 当得知阿根廷可能即将债务违约后 国内外资疯狂出逃 阿根廷的股市跌至十年来的最低点 由于阿根廷银行主要掌握在外资的手里 也没有相应的资本管制措施 所以美元出逃十分迅猛 阿根廷的金融体系被瞬间抽干 此时 政府下令管控所有的银行账户 限制民众提款和外汇交易 因为缺少资金 阿根廷的中小企业开始大面积倒闭 失业率飙升到了25% 当年12月 阿根廷彻底陷入了混乱 抢劫与纵火席卷了各大城市 失业民众与安全部队激烈对抗 政府对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 12月20日 时任总统的德拉鲁阿乘坐着直升机 逃出玫瑰宫的新闻 在各大电视台疯狂播报 因为谁都不敢接受现在这个烫手山芋 所以副总统参议院总裁也相继辞职 最终 新上任的临时总统被迫放弃了货币局制度 让比索自由贬值 而后进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增长 通胀速度再次提升 2002年 阿根廷的GDP萎缩了10% 兜兜转转 阿根廷仿佛又回到了被滞涨阴影所缠绕的80年代 如果说梅内姆是假的正义党人 那么在2003年至2015年 执政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夫妇 毫无疑问就是避隆主义的忠实信徒 2003年 正义党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 在一片萧条声中当选了阿根廷的总统 不过 此时 基什内尔的手里仍然有一些有力的经济牌可打 那就是 在比索大幅贬值过后 阿根廷的出口重新具备了竞争力 结果 在2007年基什内尔卸任之前 阿根廷连续五年保持了8%以上的经济增速 从2001年的金融危机中强劲复苏 这着实让国际学者和观察家们都感到非常惊讶 不过 本轮阿根廷的经济复苏 与其说使基什内尔总统执行了有效的经济政策 不如说使当时的阿根廷搭上了中国工业化的顺风车 2001年 中国入市之后 人均肉类的消费持续增长 这让作为主饲料的大豆成为了中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 而阿根廷的农业部门也因此受益 大豆超越了粮食与肉类 成为了阿根廷出口量最大的农产品 因此 外汇也随之滚滚而来 这让阿根廷终于得以摆脱了债务危机 但在国内的政策上 基什内尔居然又走回了币龙主义的老路 充足的外汇 使阿根廷政府重新国有化了石油 电信与公共事业等公司 而后 这些国有企业也得到了慷慨的补贴 以降低公共服务的价格 2007年 为了规避总统不能连任两届的限制 基什内尔将权力的交接棒递给了他的妻子 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 克里斯蒂娜延续着他丈夫的路线 实施了私人养老金的国有化 同时慷慨地补贴了贫困人群 但很快 克里斯蒂娜也遇到了60年前 比龙所遭遇过的问题 随着08年金融危机后 国际大宗市场的疲软 阿根廷的出口又开始陷入了停滞 与此同时 重要领域的国有化导致了私人投资的下滑 阿根廷国内的能源以及工业品的产出 变得比之前更加依赖进口 2011年 阿根廷出现了外贸与政府账户的双池子 新一轮的危机开始发酵 为了支撑疲软的经济 克里斯蒂娜命令政府进一步加大开支 同时向农业部门收取高额的出口税 来弥补财政赤子 为了缓解通胀的压力 克里斯蒂娜政府对重要的物资 采取了价格管控措施 她甚至命令统计局爆出假数字来欺骗民众 此时 阿根廷国内的生产厂商 一方面面临着飞速上涨的成本 另一方面却又遭遇着限价 政府强力干预市场的直接结果 就是商品的严重短缺 此刻阿根廷人再度表露出了他们的不满 2015年 正义党在新一轮的大选中失败 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 2015年底 来自右翼政党的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正式上台 这是在二战后 阿根廷的第一个右翼民选总统 在此之前 右翼政权都以军政府的角色存在着 重新自由化 是马克里针对克里斯蒂娜的执政末期 所带来的经济滞长问题的解决方案 因此他上台后 首先取消了基什内尔夫妇制定的外汇管制措施 试图吸引外资流入 同时 他降低了农业出口税 取消了出口配额 刺激农业部门的产出 并着手解决外汇短缺的问题 然而 马克里的运气实在是糟糕 他的两点措施 都没有达到如期的效果 2016年 美联储进入了新一轮的加息通道 外资从新兴市场中回流 马克里所期望的外资流入没有实现不说 在自由汇兑的制度下 比索的汇率甚至还暴跌了40% 这也引发了阿根廷进口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 出口配额取消后 阿根廷的农产品纷纷走向了国际市场 这导致了其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暴涨 例如 面粉价格在配额取消的两周内 直接上涨了110% 然而 高涨的价格并没能刺激农业的增产 2016年至2018年 阿根廷相继发生了水灾和大旱 农业的减产抵消了价格增长所带来的利润收入 阿根廷依然受困于外贸赤字之中 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 马克里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外债 2015年至2019年 阿根廷的外债规模由720亿增长到了1300亿美元 沉重的债务负担 将阿根廷政府再度推向了债务违约的边缘 与此同时 因为政府裁减公共部门和优化私营部门 所以 阿根廷的失业率也从7%左右再次回升到了10% 马克里所采取的自由化方案 不仅没有促进经济的繁荣 反而加速了通胀、负债和失业 他的表现甚至远逊于上届政府 因此 在2019年末的新一届大选中 马克里连任失利 阿根廷民众把票又重新投给了正义党 2019年12月 新一届正义党总统费尔南德斯正式走马上任 因为知道费尔南德斯将走回避隆主义的国有化与资本管制的老路 所以 在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后 阿根廷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外资出逃 B索一度下跌了20%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 阿根廷的外汇储备几乎已经耗尽 疫情的到来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说过 世界上有四类国家 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还有不知道为何发达的日本 与不知道为何不发达的阿根廷 阿根廷有着高素质的欧洲移民 更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并且这片土地也远离着战争的纷扰 然而阿根廷既没有像美国一样 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 也没有像澳洲与纽西兰一样 成为农牧业的优势之国 早在19世纪初 阿根廷就位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然而 一百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阿根廷 人均GDP已经跌落到了一万美元以下 解释阿根廷衰落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不健全的民主制度 军政府反复政变上台 使经济发展缺乏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同时 其推出的各类政策 也经常在极端左翼与极端右翼间不断摇摆 这进一步增加了营上的风险 再比如 阿根廷的民粹主义 比龙执政之后 阿根廷的劳工组织迅速壮大 各界政府都要讨好广大的劳工群体 然而这样也注定完不成资本的积累 阿根廷的各个产业也因此迟滞无法前进 还有 比如阿根廷低效的进口替代 19世纪的美国与20世纪的日本 在经济腾飞之时 都实行过长时期的进口替代政策 然而 阿根廷实行的进口替代政策 是用高关税 高补贴和国有化 将民族工业牢牢地保护了起来 最终就造成了资本的低效 同时 阿根廷的进口替代政策 经常以牺牲出口部门的利益为代价 这样的结果 就是两边不讨好 农业与工业部门都没有发展起来 纵观阿根廷近百年的历史 就是一次次左翼与右翼 通胀与衰退的轮回 曾经前途一片光明的先进国家 如今 雪落得如此田地 不禁令人警醒与叹息 2024年之后 阿根廷的新总统 决心全面拥抱美国的狂人米莱 主张悬面美元化 并且扬言要炸掉阿根廷央行 大幅削减税收和公共开支 很多人说 这个人要么会带领阿根廷走出泥潭 要么会带着阿根廷迈入地狱 或许 阿根廷人对过去的政府 已经失望透顶了 所以才会投出米莱这样的总统 但是 米莱那些剑走偏锋 甚至近似疯狂的观点 给阿根廷带来繁荣的几率 可能是小之又小 人会口渴 但为了解渴而饮下毒酒 却并不是最优解 所以 阿根廷的未来 是会走向天堂还是地狱呢 或许 后者的概率要更大 到那时 阿根廷人可能也没办法抱怨了 毕竟 这是他们自己一票一票 投出来的未来 好了 这一集就是这样 感谢你看到这儿 这里是床台 你的床边电台 一个穿越过往 漫说历史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 再见